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5月21日 今天是星期日 星期日的晚上香港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 揭露國內的時事 我們上一節跟大家 講 就是外資 在中國大陸被調查 我們講的那些 是叫做 諮詢公司 其實 外國 尤其是美國 美國 因為跟中國大陸 就是做生意 所以 引了很多 外資進入中國大陸 當然 進入中國大陸最大的 就是華爾街 的iBank 一大堆是投資銀行 進入中國大陸市場 幫中國大陸 很多 根本就不應該 被包裝 以及打扮 成為這個 金融產品 的中國大陸 垃圾企業 將他們 成功打包成為 一大堆資產 跟你說 怎樣有前途 我們也會做一個系列 跟大家詳細揭露 我們這一節要說的是 現在 中國大陸 打算徹底 跟西方翻臉 不只是說 英美歐洲 這些 英美澳家 的政府 而是說 要跟 整個西方 即是所有這些外資 進行就是一個分割 所以他們現在 目標 指向外國企業 習近平毫不顧慮 他們甚至乎 彷彿有目標 要將所有這些 外資企業 全部趕走 目前在國內 這個金融圈 投資界別 開始引起了 重大的恐慌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 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這是我們的主頻道 大家記得訂閱 我們還有兩個後備戶口 星期二日報 以及星期二新聞集團 大家請記得訂閱 因為我們曾經 試過很多次被YouTube打壓 好消息是我們近期 都少了受到打壓 但是也希望大家記得先訂閱 後備頻道 我們用後備頻道發布 已經試過了 所以請大家記得訂閱 好 我們也 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是付費支持本台 請訂閱我們的Patreon 這個是付費方式支持本台 我們本台也有 免費模式給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記得一定要參與 很簡單的方法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屋大法 即是無限循環播放大法 敬請大家幫忙支持 我們 第一時間 跟大家 深入淺春 多角度 去探討各方面的時事 當然我們針對主要的對手 當然是中國共產黨 我們這一節先跟大家說說 中國大陸 做的一系列的動作 並沒有人 慫恿他這樣做 而是北京 而是習近平 自己 主張這樣做 中共最近對海外調查公司 就是進行了一輪新的打壓 習近平 你與其說他 有一些分析 當然很多 是講開國情的人 說習近平 將那個 安全 即是國家安全 至於 經濟增長之上 這句說話我覺得是有問題 習近平不是 國家安全問題 至於經濟之上 習近平是將國家安全 以及與外國的鬥爭 是叫做至高無上 在他心目中 根本沒有任何叫做經濟增長的問題 連經濟 快爆破也不是問題 更加不是經濟增長的問題 一說這個就錯了 不過不要緊 華爾街日報喜歡這樣說話 因為華爾街日報 其實 還有一大堆 美國的外資 他們不停 跟大家說中國大陸 是引擎問題、數據問題、政策問題 他們 快要 徹底 醒覺 不過不要緊 他們不醒覺 中招的是他們 所以大家值得看下去 我們儘管看看 到底現在 這個跟中國大陸 勾結了那麼久 到底其實 金融圈 怎麼看現在 在中國大陸發生的事情呢 華爾街日報就說有消息人士透露 習近平將外國投資 以及監管機構 當成為一個盲點 需要把這個疑慮消除 於是 任命了國家安全主管 這次負責這件事的 陳一新 陳一新就是 現在掌握著國家安全部 負責掌握 國安問題 早前 接連調查這個外國 的諮詢公司 上一節跟大家說了幾個名字 大家應該知道 相關的調查 觸發了在中國大陸的投資圈 集體的恐慌 更加令人覺得恐怖的是甚麼呢 正如好像在香港一樣 最恐怖的是 你見不到 中國大陸 和香港 就算是嘴巴 說謊也好 連最表面 的所謂安撫的工作 都沒有 香港你見不到 有任何比較 實際一點 只是真的想去嘗試恢復經濟 安撫外資的政策 連半個都沒有 唯一有的就是輸入大陸 人下來香港 的所謂專才計劃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的情況也是一樣 中國大陸 不單止完全沒有任何 安撫 外國投資者 的任何政策 任何的策略 更加 是連辦事的官員 以前 就叫做一個做黑臉 一個做白臉 白臉官員 不見了 這才是外資 覺得最恐怖的地方 以前 北京 做了一些極端的決定 還有一些 靠近消息人士 出來跟你說 不是的 沒事的 香港也有很多 大家應該留意到 出來跟你說沒事的 最重要是對付黑暴 對付完黑暴 就可以恢復經濟 當初香港也流傳著這樣的故事 說要把那些搞事的黃絲 全部趕去移民 後來發現 黃絲沒有全部移民 有大量的藍絲就逃亡 然後他們就覺得不行了 走了那麼多藍絲 經濟怎麼辦 不擔心 有通關 通關之後 有一箱 有一箱的人民幣 會下來香港 通關之後 又崩盤了 然後不要緊 有內地遊客 結果大量 內地低端遊客 就是剛立香港 在這裏做最低限度的消費 又或者 做一些消費根本跟本地經濟無關 實際上 其實也流傳了說法很久了 習近平跟北京根本就不相信你香港這個地方 也不相信 是外國企業 可以跟他合作 他連 國內人也不相信 更何況你香港這個地方 他一直都覺得你有疑心 所以告訴你鄧炳強 還有李家超 其實你們在做的事 是在做隱藏 到最終 一定會放棄你 你倆一定跟林鄭月娥一樣 其他的 垃圾官員 現在想上位 他們就更加明顯 他們 絕對不會獲得 北京信任 北京信任的 是鄭雁雄 信 夏寶龍 都沒有輪到你 北京現在的政策 就是要把 所有 根本他不信任 他不信任的清單很長 他不信任的 全部 通通要換走 沒有一個要留下來 習近平做事 做了十年了 你不是現在 還有懸念嗎 其實已經跟黃藍無關了 藍絲的閣客 跟黃藍無關 你看了十年 都不知道北京 跟習近平 做事的方式 覺得可以回頭 你的腦袋 跟智商是有問題 也不是開玩笑 香港充斥着大量 這些 早年有個臭錢在身 有多少群才 你們就不要離開香港了 乖乖地留下來 預備被人宰割 早前 負責顧經濟 負責出來做白念的那個就叫做劉鶴 劉鶴 退休了 劉鶴在這個對美國的貿易戰上 習近平 當然 是完全 不覺得劉鶴 做到成績出來 習近平其實心目中 就是想跟美國鬥爭到底 根本就不是想妥協 更何況 你一大堆外資 在中國大陸做生意 其實他根本 由始至終 也不想跟你合作 《華爾街日報》分析 有消息人士覺得 習近平認為這個 監管機構 諮詢公司是國安的盲點 所以就要做出清除 他們 很大程度上這種分析 還是叫做自己在騙自己 自己給一點希望自己 所以其實也不只是香港的五毛 就算是外國 的公司 為了想做生意 其實他們也是不斷 給理由說服自己 其實看看過去幾年 香港 由最初封關 跟你說連尾通關 一直在等 我們也知道有很多這樣的人 以為過幾個月就會通關 一封就封了你幾年 封了你幾年之後 通關 都根本 沒有回復過之前的狀態 我們發現了很多這樣的情況 最大的共通點 他們 有很多在眼前的現實 他們也很容易會忽略 他們會相信 小道消息 覺得之後會沒事 其實他們是徹底選擇相信 這一堆外國公司 所謂聽到消息 又用另一個藉口 另一個角度去說服自己 說現在是政策盲點而已 沒事的 盲點 多下有一個 多下有兩個 多下有三個 連防疫也是盲點 跟國安風險有關 這種風險 不停在增加 現在是直接開始拘捕人 可能說你是間諜 實際上你再自己騙自己 根本沒有作用 比較理性的鬼佬 比較理性的鬼佬 就會發現 再留在中國大陸 根本就是一點都不安全 不是說 賺多少錢的問題 再說 在中國大陸 現在根本沒有錢賺 錢賺不到 拘捕的 又是你 一拘捕了 外國 是救不到你 事實一在證明 所以他們開始 真真正正 重新思考 覺得 是時候要撤離中國大陸 現在的投資界別 不斷地減少 直接對中國再投資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我們也要繼續揭開 中國大陸 玩了那麼久了 這個叫做金融泡沫 這個金融泡沫 也是正式的終結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我們下一節繼續